好 各位同學大家早安齁 來 那個把你的課本拿出來 我們準備要繼續推進我們的季度齁 來 你翻到那個172頁 哈囉 歡迎你把心靜下來 我需要你的課本 跟你的傳出齁 翻到課本172頁 這是我第三次講 我跟你講 一個東西齁 一個概念 大概講三次 你就會影響深刻 這是我第三次講這個概念齁 我希望你還是把它寫在你的課本上齁 好了 我們還是回來講 什麼叫函數 可以嗎 欸 早安請問你 這個函數到底是什麼 函數 對一個高一的小朋友來說 你知道它是兩個變數之間的一個什麼東西 有一種對應關係嘛 有一種對應規則對不對 所以函數它分成三個部分喔 對高一的小朋友來講 首先呢 它會有一個什麼東西呢 它會有個字變數 把它寫上去吧 對吧 然後再來 它們一定會有一個對應規則 好 然後請問你喔 字變數透過這個對應規則 它會對應到另外一個變數 那個變數稱為叫什麼變數啊 硬變數 對不對 對不對 合靠 來 跟著寫啦 好 好啦 今天禮拜一嘛 對不對 來 字變數以一般來講 我們先用X來表示對不對 對吧 那這個對應規則喔 我們之前講過喔 函數就像是一台什麼東西啊 機器對不對 它是一個machine的概念 我跟你講這個比喻是一個非常 非常好的比喻 函數就是一台machine 好不好 所以這個對應規則 你可以看成它是一個 有點像是一個加工的過程 好不好 OK 然後硬變數一般來講 我們用Y來表示 當然同學你心中非常了解喔 這些X跟Y 它本身都只是代號而已 對吧 我也不一定要用X或者是Y 這樣OK齁 我現在如果呢 定X等於特別的數字丟進去嘛 對不對 然後經過這個函數 的運算 來 請問你會產生什麼東西呢 會產生 F of x 對吧 那這個F of x 請問你它就是誰 它就是我們的Y嘛 就是我們的函數值 對吧 到底是不是我在講什麼 我知道有時候任我懷疑 你們是不是不太懂 好 來 這把它框起來 欸 我寫一段文字好了齁 來你把它寫上去 Y的值 Y就是 A就是怎樣 X 經過 F這個規則 F的規則 聽過了F的規則 欸 最後我們在講什麼 這樣懂嗎 懂喔 懂喔 要懂喔 所以這應該是我最後一次 在高一裡面 在跟你們談到所謂函數的概念 所以同學 什麼叫函數嗎 你到底要怎麼跟人家表現這個概念 這個概念要怎麼呈現出來 函數其實很簡單啊 你就說它是兩個變數之間的一種什麼 對應關係 這樣就好了 一句話就這樣 那你如果覺得這樣講 實在有點抽象 那你就跟他說函數是一台文學 一個F就進去 只會有一個Y跑出來 你聽懂這意思嗎 對不對 要聽懂這概念對不對 好 那同學你知道 比如說S等於3帶進去 經過這個對應規則 對不對 你就會得到F of 3 請問你這個F of 3 我們稱為這個什麼東西呢 叫做函數值 對不對 Y的值就是X經過這個F規則 所得到的F of X 欸 可以齁 好 欸 這東西喔 我覺得 來我進一步再說一個東西 譬如說 F O 我們不一定要用X 我用一個代號叫做STAR 來跟著寫齁 Apple STAR叫做 三倍的 來括號 STAR的平方 然後呢 再加上 兩倍的 來括號 STAR OK 再加上1 好 我等你喔 好 好 欸咻 欸 這個東西喔 我覺得 打一個比方好了 這個括號 其實它就很像一個什麼東西 你知道 這括號 這個 欸 我不知道這樣比喻喔 你能不能接受 這括號就好像肚子一樣 就是說 簡單來講就是說 你要往那個肚子裡面塞東西 但是你要塞什麼東西 都沒有關係 這只是一個代號而已 你聽懂嗎 F STAR 等於三倍的STAR 乒乓加兩倍的STAR 加1 同學我告訴你 這是我們接下來要講的那個 二次函數對不對 它的圖形是一個拋物線 OK 它本身是一種對應關係喔 同學你告訴我 它的對應關係是誰對到誰 是STAR對到誰 你可以告訴我 他 欸 我跟你講 彈數就是這種對應關係 它這個對應關係是誰 就是STAR對到誰 就是STAR對到三倍的STAR什麼 0方 再加上兩倍的STAR 再加上誰 再加上1 你聽懂我的意思嗎 我一直想要跟你強調一件事情 彈數就是這種對應關係 這個STAR你也可以換掉 換成什麼東西呢 換成哆啦A夢 你懂我意思嗎 你不要被那些符號的使用所限制住喔 欸我問你喔 F of 哆啦A夢 其實就是三倍的什麼 哆啦A夢平方 加兩倍的哆啦A夢 再加1 你聽懂這個意思嗎 這個東西我可以任意的把它換掉 換成我喜歡的東西 了不了解我在講什麼 所以同學 因為函數就是這種對應關係而已 阿你只要知道誰對到誰就可以了 這樣你聽懂嗎 喔 這樣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喔 好 那我現在這邊要舉一個例子喔 來這裡 如果我現在定義一個函數喔 來 S of x 它叫做誰呢 它叫做2分之1 x幾次方 3次方 欸這樣可以嗎 好 那我現在問你喔 請問你 S of S-1 來請問你它是誰 你知道喔 有些學生有看到這種東西他其實不太會做喔 欸我問你喔 我現在定義一個函數 就是我定義了一種對應關係對不對 這個對應關係是誰對到誰 x 然後會對應到誰 2分之1 x3次方 那我要你求一個新的函數叫做 S of S-1 我把 x換成 S-1 所以這邊的x就換成誰 S-1就好了 你聽懂那個意思嗎 這只是一種對應關係而已 好 那你就會想說老師那這個x跟這個x是同一個x嗎 你覺得是同一個x嗎 它不是同一個x 就你懂我的意思嗎 這只是一個代號而已 長的一樣不代表它含義一樣對不對 這只是我們使用的一個代號而已 所以這個東西它是什麼呢 它就是2分之1 然後怎麼樣 x-1的幾次方 3次方 講這個很簡單喔 希望你們稍微了解一下 好 那講完這個簡單的東西之後 那接下來當然我覺得 我也還要再來談一下這個東西 還有 來再找個空白的地方 把這個東西寫上去 我們接下來花一點時間來幫同學複習 什麼叫做函數的圖形 我還沒有進入今天的課程重點 我們是要幫同學做複習的 OK 欸 把它寫上去喔 呃 我畫個圖好了 來 來 欸這個禮拜是不是要來學校六天啊 好累喔 喔 六天嘛 禮拜六也要來的 禮拜六是幾點來 禮拜六是幾點來 禮拜五當然是早上啊 那七點二十還是八點 八點啦 它是 它是補禮拜幾的課嗎 禮拜五 喔禮拜五的課哪裡就八點來就好了 所以會有社長課嗎 沒有那天是英語歌唱 對那天是英語歌唱比賽 喔 喔 那天是英語歌唱比賽 喔 怎樣啊 這裡也要抱怨 這麥語詠弟喔 有 那怎麼禮拜四就不一樣 禮拜五 禮拜五 禮拜五就不用上 對呀 元旦有點像 對呀 元旦在禮拜三 對 元旦在禮拜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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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要死 沒有放 二十一開選 所以禮拜十三個喔 對 元旦在禮拜三 所以 到時候你會 賽到禮拜三 幾個 所以 所以 禮拜三熬夜 啊 好啦好啦 趕快寫上去啊 元旦你會熬夜 一個跨年呢 跨年我還是元旦在禮拜三 跨什麼年啊 這件事啊 我看 我看 跨年 上前 好前 不是 欸快點快點 欸看到這邊喔 欸他有問你 什麼叫韓碩圖圖形 韓碩圖圖形是什麼 你們好像知道對不對 但是又不太會講 因為你們就這樣 很多個點連在一起 哇很多個點連在一起 好 來 最後要問你喔 這是個函數嘛對不對 函數就是一個 給一個x 會有一個y 跟他做對應的 這樣一個對應關係嘛 所以如果x等於a的時候 是不是會有一個f of a 對吧 那這個就是代表 x座標 f of a 就是這個時候的y座標 那這個時候你很清楚 a到點f of a 它是一個點的概念對不對 所以事實上 你給定x的值 你就可以找出一個對應的數對 這個對應的數對 它本身就是一個點 所以呢你可以在他的 x有意義的範圍裡面去找到很多的點 把這些點把它收集起來 畫在直角座標平面上 如果你的點畫得夠多 你可以接下來用一個平滑的曲線把它連起來 我講平滑其實有點奇怪 因為事實上 這個世界上有些函數它不一定是平滑的 只是我們現在學的這個都像是函數 原則上是平滑的函數喔 你把它連起來之後 就會出現這個函數的圖形了 這樣聽到嗎 所以同學你應該知道函數都有圖形的 可以吧 函數都有圖形的 來我們把它寫清楚齁 來這一個東西 來拉一個箭頭 我慢慢教齁 這個應該國中都有學過 但是我覺得還是要講一下 來所有 A 豆點 F of A 所有這個東西 這要怎麼寫 對應的點 我還沒教 好了 那你就不用教了 好啦好啦 趕快寫啦 好啦 這要怎麼寫 這是 代真理的 我們還沒話 欸 王師誠不要聊天齁 好 好 我想想看齁 我想想看齁 我這樣寫好不好 所有A F of A 這樣好像有點奇怪 應該 嗯 不要寫A齁 應該要寫X 好 這樣可能會比較好 X 然後這個是什麼 F of X OK 這樣寫可能比較好 好 所有X的F of X 對應的點 對應的點 所形成的圖形 稱為叫函數的圖形 它就是點的概念 然後把這些點都收集起來 對吧 它就會形成一個函數的圖形 所以應該是蠻簡單齁 這算是軌跡啊 對 算是軌跡沒有問題 算是一個軌跡 OK 好 那我想 我們應該可以 欸 我們上次那個172頁 那個立題2 隨堂應習講過了嗎 沒有 沒有喔 那一題我沒有講 沒有講的話 那我們現在先把這一題結束掉 就進入我們今天的課程 這不會很難齁 來這個題目 跟著我一起寫喔 欸 跟著我一起寫嗎 欸這個題目是說什麼 我直接帶你看它的隨堂練習喔 它說以一次函數來 它會把它畫起來 一次函數的圖形 同樣是一條什麼東西 斜的直線 斜直線對不對 好 F of 根號2等於2 F of 根號5等於5 那F of F0等於3 請問時數x0的值是多少 這顯然是一條斜域為正的直線 來幫我把這一條先畫出來啊 快點 對 更號2帶進去 會得到2 所以呢 它在上面會有一個點 來 這個點的作標叫做誰 更號2 倒點2 對不對 欸 等一下對不對 對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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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面是不是有一個點 對 這邊是不是有個點 這樣可以嗎 然後這個點給它一個名字好了 給它一個名字叫什麼點 叫A點好不好 然後在這裡有個B點 欸 B點的作標是誰 它說更號5帶進去喔 得到的對應的Y值是5 所以這邊有一個點叫做誰 叫做更號5 然後倒點多少 5 5 就這樣子嘛 這個題目就這個意思啊 對不對 然後問你說 誰帶進去會等於3 更號3 你不要亂講喔 這是一次函數喔 來 這裡有一個點 呃 來 這裡有個點 它的X座標 叫做X0 它的Y座標 叫做3 請問你這個X0是多少 這題目喔 問這種東西喔 欸你們真的會做這種螢幕嗎 我真的不玩耶 大魚羹泡到下 感覺是更號3 感覺是更號3 欸 你們你們知道 就是歐北澤啊 你們就什麼都隨便亂說 用猜的 來 這裡是這樣子喔 欸 我跟你講啦 你就這樣子嘛 老奇怪 你也不擁有什麼 神輸的技巧 什麼神輸的技巧 你也不用神奇的技巧 一定要什麼神奇的技巧 用一個為神奇的技巧 那你們一定要 everlasting 感谢观看